在互听13队中,刻画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这大概就是死神的魅力之一吧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前八番队队长 现一番队总队长惊乐春水 这位平时看似举止轻浮,行动懒散,身披粉红色羽之外套,头戏发簪 时常戴着斗笠,不修蝙蝠,却又有点好色的怪大叔 却是失魂界中 担任队长一直时间最久的四位队长之一 一旦进入状态,春水就会变得心思缜密 相当具有观察力,能力与战力都超觉的他 在战斗中对于敌人来说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春水出生于上级贵族 身为次男的他与大哥相处并不和睦 直到妻婿的母亲嫁入春水家,成为他的大嫂 这样的气氛才逐渐得到改善 从那时起,大哥的家在春水心中变得温暖、舒服 他常常去到大哥家的屋檐下面午睡 而春水对那被称为大嫂的女性也产生了轻慕之情 但快乐的时光往往是短暂的 大哥的死亡是突如其来的 本来嫁过来的大嫂 也随着大哥的离去被遣送回了原本的家族 大嫂离开前,将家族世世代代传承的斩破刀交由春水保管 但也由于这个原因 妻婿的母亲背负了丢失神器的罪名,被处以死刑 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起 春水萌生了强烈的负罪感 他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为什么每个人都把最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我之后 然后就离开了呢 大哥是这样,大嫂也是这样 这样沉重的负担于春水而言,是难以应付的 虽无法承受,但心中的责任感 最终还是促使春水背负着二人的托付继续前进 就这样,包含着歌嫂浓烈情感的发簪 记在了春水的头发上 春水孤独的背影中 那件象征了大嫂的女性衣物如此醒目 接着,就是春水在剧情中的正式登场 别具一格的出场方式,直到现在也记忆犹新 花里胡哨的人造花瓣,以及被期许教训的尴尬模样 这位队长另类的风格,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 悠闲是能喝上一杯清酒,可能是他最惬意的追求了 而后,春水发觉中央四十六市 对陆奇亚的处刑有为常理 与扶竹联手破坏了双击 但这样的行为,触怒了总队长袁柳斋 遂二人与恩师展开对决 这一战,春水首次展现了自己的斩破刀 名为花天狂鼓的双手刀刃 是失魂界当时维尔的特殊刀具 再来就是现世与一任施塔克对决 春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手 很多人觉得这场战斗中 春水偷袭狼叔的行为令人不耻 但正如春水所言 拘泥于规矩而放弃胜利是小喽啰的做法 只要战争开始的瞬间,任何人都是罪恶的 最后就是千年血战篇,春水与灭却是交手 被敌人的能力突袭 丧失了右眼 在元柳斋被尤哈巴赫首任后 接受46式下达的命令 继任护停13队总队长一职 上任后 春水委托卯之花猎 前往无剑,传授耕目剑八斩树 后在凌王被尤哈吞噬,力量失控之际 放出蓝燃企图利用其力量为失魂界所用 再然后,就是春水全系列的第二次正式战斗 对战轻卫队队长力竭巴罗 春水借助花天狂鼓的能力逼出力竭的完胜体 又使用枯松心中斩首力竭的完胜体第一阶段 最后不敌第二阶段的力竭 与七续一同手握八径剑 将化身神之使者的力竭打散 介绍完了春水的生平 我们再来聊聊春水具备的能力 首先是斩破刀使解 刀明花天狂鼓 解放后化作一长一短两柄刀刃 失魂界为数不多的双刀形态的斩破刀 其中花天狂鼓的解放欲可以说是施意满满 春水的石节属于规则性斩破刀 其能力规则是来源自日本孩童之间的 无鬼游戏 踩高高 揪影子 猜颜色 追迷藏 堵魔王 剩下的两种游戏中 追迷藏可能对应的是不倒翁倒下了 但其实仔细阅读春水解说不倒翁的能力时 会发现 这个技能更像是我们熟知的木头人的规则 至于堵魔王的游戏 在漫画及动画剧情中是没有过展现的 但在小说中 花天狂鼓出现了全新的第五种能力 能力名为指展全万 可能就是对应堵魔王 这些已登场的能力 不知表面上那么简单 其实隐藏了各种各样的潜在规则 下面会从春水与史塔克 以及历劫巴罗的两场战斗中 来详细解释春水石解下的各项能力 不经独乐 发出迅猛的如陀罗般的飓风 吹袭向敌人 此技能更多在于妨碍敌人行动 杀伤力不强 独乐 日语里是陀罗的意思 另外 玩陀罗也属于儿童游戏 斩鬼 站在高处的人 发出的攻击威力会成为增长 也就是附带暴击伤害 同时这条规则对敌人也生效 燕鬼 春水在和狼叔战斗时 解释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第一 游戏开始后 需要说出一种想要攻击的颜色 如果不说 你的攻击就无法伤害对方 只有攻击对方身体上 同自己说出来的颜色相同的区域 攻击才会生效 你攻击说出的颜色 能够伤害对方 对方也能通过攻击你身体上相同的颜色 来伤害你 第二 喊出的颜色如果自己身上没有 那么你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就微乎其微 春水说出灰色后 攻击了狼叔的手臂 但因为春水自身是没有这个颜色的 所以春水看似伤害性极大的斩击 对狼叔手臂造成的伤势很浅 相反 喊出的颜色 在自己身上覆盖的区域越大 你受击的风险会增加 但同时你的伤害会越高 于是 我们看到在战斗的最后 身穿纯黑死霸装的春水 在喊出黑色后 一击中伤了狼叔 第三 规则对敌我双方都有效 或者说凡是处于花天狂鼓灵牙范围内的人 都会被迫遵守游戏规则 所以 狼叔说出白色后 成功使春水负伤 可见 燕鬼和斩鬼是相对公平的游戏 燕鬼 对敌人来讲 这是一个不公平游戏 通过春水的两次战斗 可知晓其规则及隐藏用法 一 躲藏在影子里 出其不易攻击对手 二 将刀刃插入地面 再从对方的影子中延伸出来 实施攻击 可以远距离攻击敌人 上面两个规则 用以攻击的刀刃 是像影子般呈现黑色的花天狂鼓刀刃 然后是影鬼的隐藏规则 一 可长时间借助影鬼 停留在影子中 并消除自身的灵压痕迹 躲避敌人的追击 万物贯通开启完圣体后 春水不敌 于是 借由这条规则 藏身于力竭的影子中 这里有一点值得提及 不只是春水 赶来支援的七旭也能躲进影子 说明 规则不仅能作用在使用者身上 使用者指定的人也可涵盖 还有一处地方 也能说明这项条件成立 那就是七旭拿到神剑以后 是从化身为怪鸟的 力竭的鼻子处阴影中现身 而 规则中的用于躲藏的影子 不局限于对手身体的阴影 漫画中有两处表现 第一处 是在七旭获得八镜剑之后 现身的地方 它是从力竭的鼻子处阴影中出现 第二处 七旭独自握剑对抗力竭时 由于力竭发动攻击的缘故 光芒照射下 七旭身后浮现了影子 一同出现的还有春水的身影 可见 只要身处在石解覆盖的领域内 不管是敌人还是同伴 不管是身体的影子 还是部分身体的影子 都可以运用影鬼的规则 三 躲藏在影子中以后 可以消除自身留下的灵压痕迹 隔断敌人的感知 这一点可通过春水偷袭狼叔的那一刀 即春水跟七旭躲进影子后 力竭瞬间就感知不到他们了 从这两处地方 可以推倒得知 不倒翁倒下了 跟力竭交战时 春水使用的新能力 分为两种角色 力竭担当的鬼和春水担当的人 游戏有三项规则 1.鬼必须站在参加游戏的人看得见的地方 2.参加游戏的人被鬼看到在移动就算输 3.参加游戏的人被鬼看到在移动之前 先触碰到鬼就算赢 游戏一旦开始 鬼所释放的灵压攻击就一定会被参与者看到 且为了在被鬼看见在移动前就先碰触到鬼 也就是第三条规则 参与者可以在鬼所释放的灵压轨道上 选择一条最近的距离进行移动 也就是快速接近鬼 而为了避免移动是被鬼看见 这里说的看见 指的是灵觉不是视觉 春水战斗时利用传送影子制造出灵压残影 让力竭分辨不出真身与分身 所以力竭攻击的意志都是春水留下的分身 而真身则在寻找机会以及必杀 影送 我不知道这个技能是新的游戏 还是不倒翁的附带能力 亦或是影鬼的强化 能力大致为强化影子让它硬在其他地方 造成残影迷惑敌人 这招针对的是灵觉 以灵压战斗的人 潜意识下会同时用灵觉及视觉来观察 而当精神高度集中时 渐渐的灵觉就会取代视觉 只斩全万 死神小说里出现的花天狂鼓心能力 勉强算是儿童游戏 拉高是孩童之间的一种约定体现 即使约定 也可理解为承诺 包含真实性 不能撒谎 而此技能就是对不能说谎进行升华 有三个阶段 1.彼此间不能说谎 第一次撒谎的人 手指无法动弹 2.第二次撒谎 全身的骨头与拳头 会感到要碎裂一般的麻痹感 3.第三次撒谎 会有脏腑内侧被针刺一般的剧烈疼痛感袭来 对应日本童谣中的指展全万 说谎要吞千根针 手指无法动弹 殴打一万拳 吞下一千根银针 不得不说春水的这个技能 如果用在审讯上 绝对能发挥奇效 接下来就是春水的万解 这个万解叫做花天狂骨枯松心中 由于漫画的篇幅实在有限 很多隐晦的刻画并没有直接说明 因此以下的解析内容 部分是我个人的见解和看法 1.讲解万解之前 我们再来看看春水的实解 因为两者之间是有呼应的 空座艇对战施塔克时 是春水第一次正式在战斗中运用花天狂骨 除了能力繁琐之外 花天狂骨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具有领域性 没错 辐射的范围非常广 一旦踏入花天狂骨灵压覆盖的范围内 不论是迪士友都会受到游戏规则的影响 当然 这里的影响不是只会强制参与游戏 以下是我自己的见解 凡是陷入花天狂骨领域里的人 都会被打上可以成为游戏对象的标志 当然 选择权还是握在春水手上 春水会对选定的人员发动先手突袭 我们可以将先手突袭 这个行为理解成一种信号 游戏开始的信号 一旦游戏开始 双方就会被规则约束 致死方休 但花天狂骨其实是不公平的 对于身为持有者的春水来说 占据一定的有利性 接下来 误入主题 讲解春水的万解 上面提到了 时节与万解是有所呼应的 而这个呼应点就是领域性 从漫画中我们可以看出 春水在用出万解时 身在真世界城 各处的人们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寒气 连带着天空也变得落寞起来 绝望的气氛 顷刻弥漫在天地之间 寒气就是春水万解后的灵压表现 它本身包含的特点是冰凉刺骨 悲寒欲绝 具备种种负面情绪 是压抑的 世界是灰色的 枯松心中是悲伤 是绝望的 这个情节通过场景的刻画 还有人物们的言语 使得春水的万解渲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揭开它的真面目 同时 还有城上起下的作用 城上 呼应了石姐的范围设定 起下 为之后的戏剧表演铺垫了良好的序幕 还有一处隐藏细节 通过远景的手法表达了出来 那就是反复提到的领域性 既灵压的范围 春水万解的范围 漫画中有一处拉远的镜头 可以看出 真世界城四周的天空全部都是灰色的 这说明春水万解所覆盖的范围 极有可能是整个真世界城 可以这样理解 花天狂谷的石姐和万解 都存在着一个固定范围 只要处在覆盖范围之内的任何人 都可以成为春水的游戏对象 而万解 则是将这个固定范围扩大几十倍 乃至几百倍 甚至可以影响整片地域 做到超大范围覆盖 以上就是春水万解的序幕 还有我个人的推论及看法 下面来聊一聊 枯松心中四种能力的深层含义 二 黑松是春水在发动万解时 做下浮现的松树影子 更深层次则象征着一个舞台 一本剧本 一套规则 我们都知道 春水万解的表现形式 更趋近于是一场成人戏剧的表演 既然是表演 必定需要舞台 需要剧本 双方都需要遵守花天狂谷定下的规则 可以说 自枯松心中发动后 战场就已经转由春水主导 对手必须按照枯松心中设定好的剧本走向 其他任何剧本之外的行为 都会无效化 这个推测的证据就是 力竭在看到春水用出万解后 极客对春水进行了一番狂轰乱炸 春水没有躲避 但身上没有出现新的伤口 就印证了上面的观点 这段时间里 来自剧本之外的攻击都是无效的 心中是一个怪异的词汇 他在日文里可以看作自杀 殉情等字眼 可能很多观众都有发现 自打春水用出万解以后 再到整场战斗结束 漫画每一话的开卷手语 都变成了英文的剧院与自杀 结合枯松心中发动能力时 表达的戏剧形式不难看出 这套剧本的主题是情爱 感情是奇妙的 它是男女之间情义的见证 在这一场的表演中 春水扮演的角色是痴情的女子 忠贞不渝 力竭扮演的是傅心汉的男子角色 狠心抛弃糟糠 其实作者一直都在强烈暗示 随着战斗拉开帷幕 戏剧会是悲痛的 表演会是惨烈的 第一幕 愁出伤分合 这一幕的重点在于分合 也就是分担 分担伤害 对手身体上的伤口 就像互相分享一样 会陆续浮现在自己身上 彼此深爱着对方的男女 一方受伤 另一方必定要共同承担 这样才是凸显爱情的忠诚 因此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春水身体上的伤势 无论大小 深浅 位置 都完整地复制到了丽姐身上 当然 我想规则还是存在一定的限制 那就是分担伤害的人 必须是造成伤害的人 并且 这一幕其实对敌人是有利的 因为敌人的伤害 是来自于春水自身的映射 因此 并不会致命 反过来推倒 如果说春水开启万解之前 没有受伤 那么抽出伤分合 就不会被触发 第二幕 惭愧之入 后悔让对方负伤的男人 因愧疚之情握床 罹患不治之症 惭愧就是后悔让对方负伤 戏剧自然是一幕 紧接着一幕呈现给观众 那么这里也很好理解 只有春水负伤成功触发第一幕 才能进入第二幕 所谓不治之症 就是在春水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给对手创造新的伤势 伤害了女人的男人 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 长时间的愧疚之情夹杂着不安的情绪 导致卧床不起 之后患上绝症 受到惩罚 在第一幕的基础上 碧杰的身体开始出现血色斑点 大量血液开始离体一出 第二幕侧重于加身 加身伤害 第一幕的伤害复制 第二幕的伤害加身 一环紧扣一环 很快 第三幕就到来了 第三幕 断鱼渊 相约殉情的男女 一同投身无尽的大海 一旦进行就不得反悔 因为海洋视觉不会允许有人逆流而上 新的剧情开始上演 春水和丽杰双双沉入大海的深处 这里的海 我想应该是春水灵鸭的去现化 深邃 灰暗 沉重 做好觉悟的两人 一同投身于涌出的海水中 直到彼此灵鸭消失殆尽 在明显不过的提示 这是一场比拼灵鸭的战斗 自投身到冰冷的水中开始 双方的灵鸭就一直在消耗着 同时可以看到 第二幕的流血效果 依旧在丽杰的身上持续着 男人本应遵守誓言与女人共赴皇权 然而男人在投身水中之后 被冰凉的海水包裹 觉悟也被冻结 于是男人怕了 想要背弃曾经的誓言 逃离深海 放任女人独自赴死 春水充当的是深爱男人的女人 丽杰就是充当背弃誓言的男人 他努力扇动翅膀 想要逃离困境 不过 剧情既然已经展开 就必须按照剧本的规则进行下去 才能结束 第四幕 密切夹血染猴 春水不再依靠斩破刀攻击 花天狂骨入鞘 两指并合 一缕缕像是发丝的白色灵牙浮现在纸上 也将丽杰的喉咙重重缠绕 随着春水最后一个动作完成 丽杰已经被那些细丝割喉而亡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丽杰被割喉时 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冒了出来 据我推测 这可能是第三幕中丽杰没有耗尽的灵牙 可能按照第三幕的规则 如果敌人灵牙消耗殆尽自然就输了 但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的出现 那就是敌人灵牙高于或等于春水 因此 有了第四幕的破开喉咙 使得敌人身体里没有耗尽的灵牙 在春水的灵子丝线牵引之下 彻底失控 增加这一剧目的威力 这样也符合戏剧节目 木木相扣的特点 女人之情无比残酷 对削闹的男人不闻不问 女人遭到男人的背叛 曾经的爱意变成如今无以附加的愤恨 男人的挣扎 在女人眼里就像是丑陋的动物 女人的心已经死了 在她喉咙处闪耀光芒的 是浸满依恋的白丝 女人承受了巨大的打击 满头的发丝被依恋知情折磨 变成了白色 在男人喉咙处闪耀着光芒 至少以这双手斩断舍弃 杂乱地缠绕着的依恋之丝 与此作结 那些白色的发丝 毫无章法地交织在男人的脖子上 女人要以自己的双手斩断情节 至此 力竭被打倒 戏剧落幕 我们再来回顾这场出色的表演 第一幕共情 分享伤害 第二幕惭愧 不治之症 第三幕赴死 比拼灵压 第四幕断情 白色割喉 一幕并连着一幕 剧情紧凑 丝毫没有喘息 到了第四幕 看似只有一幕 实则四幕同线 之前的表演也在影响着剧情的推进 哭松心中与成人戏剧结合 把万杰以舞台剧表演的形式呈现出来 满满的文艺气息 最后 春水的万杰也许同石杰下的无鬼游戏一样 不只存在一种剧本 而是根据战况来定 有多个剧本可供表演 再来就是春水的轨道 只算漫画的正统剧情的话 春水目前只发动过一种轨道 与力竭交手时 春水以花天狂鼓为载体 发出了破刀之78斩花轮 这招是从施术者的身体周围 放出一道圆圈形的灵子剑气 在触及对手后 对其造成类似于刀刃斩击的伤害 最后的最后 来聊聊春水斩破刀的原型解读 不得不说 作者在春水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下足了笔墨 不论是角色本身还是斩破刀 花天狂鼓 是诗魂界历史至今少数存余式的 成对斩破刀之一 这是原本的设定 到了血战篇 双刀的含义才真正揭晓 花天狂鼓其实要分成花天与狂鼓来理解 花天就是那位如花儿一般妩媚的大姐姐 而狂鼓则是一位阴沉内向的小萝莉 据我推测 春水最初的斩破刀事实上只有一把 之所以演变成两把的原因是 为了隐藏七绪的斩破刀 所以花生下了狂 可以看作是刀刃分裂 这就能解释为何花缺少了右眼 而狂唯独有一只左眼以外 其余面容部分都被阴影遮挡 因为它们本就为一体 只是由于情况的特殊分裂开来了而已 然后就是关于这把斩破刀名字的理解 花天我并没有查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想来就是一种以刀育人的含蓄类的表现手法 狂鼓是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妖怪 据记载 这是一种身居于古井之中的妖物 常常在深夜十分出没 会与路过的行人做喝水游戏 如果路人喝下了水 他就会消失 反之如果拒绝喝水 他就会扭动全身跳舞 看到舞蹈的人会立即发疯式的头颈而死 这与春水的无鬼游戏是存在共通点的 不能理解游戏规则的敌人下场也是死亡 鬼 类似游戏的行为模式 都与上述妖怪的行动模式取以吻合 然后补充两点 第一 花带了眼罩来演示右眼的缺失 而春水与灭雀石交手后也同样失去了右眼 这是不是作者在暗示 花才是春水真正的斩破刀呢 第二 狂骨藏匿期续斩破刀的方式是从自己面罩下的阴影中取出 不觉得这样的方式显得诡异至极吗